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李慧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上升 常借綜合指數收報3364點 升9點 深淨成分指數收報12935點 升124點 胡森300指數收報4443點 升19點 創業版指數收報2849點 升46點 看看港股這邊 恆指收報21643點 升56點 國企指數收報7358點 跌6點 科技指數收報4780點 跌21點 大市成交1120億 你還是嘉賓又?Samuel Samuel 你好 Hello Gary 先提到市況 見到外圍消息方面 見到美國聯儲局意識記錄指出 當局承諾會繼續大幅加息壓抑高通脹 並且預料第二季經濟增長將會反彈 但同時反映中國概念股的表現 金融中國指數急跌歪近半成 加上過去兩天 北瑞都連續錄得兩天是錄剩走 見到港股今早早的事就比較反覆一點 偏遠的下午回來 又有時升下跌下 最終都升到56點收市 個別板塊都有炒 如車股、體育股、賭股、航空股 這種市況Samuel是否都不用擔心 反而可以積極少少部署 因為都可以選好板塊的話 其實都OK 暫時你見到那些錢 都仍是靠著在一些有政策支持的板塊裏面 包括說一些發電類 還有說一些汽車、新能源這一堆 今天的表現都算是比較理想一些 但是你說至於科網股來說 暫時算是一日升一日跌 ATM來說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走勢 可能你說以阿里或者騰訊為例 還有京東 其實這幾天暫時是走得比較弱少少 所以就其實由外圍的市況 都已經看得出市 暫時的市都未算是叫做一些方向 因為那些錢現在比較兩極化一些 譬如好像在債市方面 我們見到兩年期和十年期的過債息率 仍是出現過倒掛的狀況 所以大家都在怕外圍的美國經濟衰退的機會 都仍是叫做比較高 還有你看到這兩個債息 即是兩年期和十年期 也都已經是維持在三厘以下的一段時間 所以就是反映回 即使聯儲局 接下來都是繼續加息這個步伐都好 那些投資者開始不等息率上到三厘幾樓上 反而就是三厘以下都仍是叫做有人繼續去買 那就變了意味著 大家都開始唯有想著保本 以及即使是兩厘幾的息都開始收貨了 所以其實避險的情況 在債市方面是比較明顯的 但是在股市方面 又未是真的那麼差 譬如好像看著近期的VIX指數 和標普的走勢來看的話 標普雖然近期跌了到低位裡面 但是VIX指數 比起一個多月之前 其實就沒有那麼高 VIX指數最近期都是去到三十多左右 但是你說如果之前過往大跌市的時候 往往就會升到上去四十多樓上 所以今次在VIX恐慌指數裡面 就反映回 即使股市最近跌得比較急一點也好 其實反而沒有之前那麼害怕 所以也有某部分的錢 其實就選擇留在股市裡面 所以在股債的走勢 不是很相同 或者你說不是很一致的情況下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正面的結果出來 即是沒有什麼方向給大家 所以就處於上漏的格局機會 仍然比較高 所以你說是否今天升得上去 二萬一千五樓上就很樂觀呢 其實暫時就不一定 因為今天升的因素 就是炒個別的板塊 還有說香港有機會對外 某些地區取消這些 航班熔斷的機制 所以就借著少少少少去炒 但是你說不排除 明天又有機會炒回債息這個問題 還有說外圍經濟衰退的問題 到時候市場又有機會推回到二萬一千三 就是推回近期的即時支持位置 過去這幾天都跟大家提過 由五月開始起計的話 恆指都算是形成了一條中短期的上升軌 主要的支持位置 其實就借著近期的 算是這幾天的低位 借著二萬一千三 二萬一千四 再有這個水平 暫時就 最好就不要跌穿了 因為如果明顯穿了的話 意味著整體走勢 開始出現轉向的狀況 由MACD開始看的話 其實今天就第一天開始出了少少熊訊號出來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算是比較理淡一點 不過你說很幸運 收市的時候 今天都捉著低高來收 可以彈得上上升軌 這樣才沒有那麼差 如果你說明天是 仍然是跌穿上升軌的話 那基本上 熊訊號的形態 或者那個波幅 應該就會出回多一點 到時候那種熊訊號會更加明顯 到時候其實就反映了 市況又沒有那麼樂觀 反而應該要開始走禁一些貨 所以我覺得 今天的走勢 應該要先看好一點 盡量不要在這一刻 就立刻打算撈貨著 起碼都要等到中美的關稅問題 解決完了 才有個明朗化一點的走向 接下來這個星期之內 美國都應該會公佈 怎樣處理對於中國的那些關稅到期的問題 大家都留意 剛才Samuel所講的那些因素 剛才都提到了 一些個別板塊都炒了 在那些車股今天又炒了 之前都見到它好像休息一休息 今天又回溶了 事源又有些政策出來了 就說商務部等17個部門 發佈了關於繳活汽車流通 擴大汽車消費等等的措施 工信部今早都表示 會開展好新一輪的 新能源汽車下鄉活動 車股都升了上來 尤其是吉利都升到7%收市 長城都升到超過6% 雖然為少了你回一回 Samuel所見到 其實剛才都說 不要急撈貨 但是這個板塊 似乎這些政策都很急於扶持 偶爾由上個星期開始 都不停有些消息出來 去幫助它 又可不可以追回其中一隻 如果你說以車股的走勢來說 基本上它回調的幅度 是多於近期恆子的波幅的 所以算是回得比較多一點 而且做完整股之後 某幾隻的形態都算是不錯的 譬如好像以傳統車股銷售得比較多些 但是都炒得起近期一些 做電動車概念的吉利 這幾天其實回得比較深一點 亦都完成了近期的一些回補 或者要做後抽的趨勢 譬如好像以六月尾的時候 曾經是偏離得十天線比較遠一點的 然後要做後抽的話 基本上就要試回之前的頂 或者一些橫行距間的頂部 所以其實捱著 就會是你說去到這兩天的day low為止 就是捱著16元左右 如果你說7月6日和今天 都算是可以做了一些回調 然後都會試回近期的頂位的水平 其實已經完成了後抽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你說這些圖 反而就叫做比較健康些少 其實是有條件在這些水平再去追 你說整個指數上方面 可能都會有 因為有些叫科網股 拖累著 所以在指數上的走勢未必那麼樂觀 但是你說如果對於一些汽車股 都叫做有政策支持的話 那相信短期你說要再回 或者你說要跌的那個風險 都會叫做少一些 所以我覺得你說這類型的股販 你說回調完之後 再去追的話 那這一隻其實就比較合理 因為175回得比較多些 那如果你說對於其他的車股 比如好像你說廣氣為例的 那這一段時間已經叫成功 今天下午就升穿了一個 橫行區間的頂部 那看看可不可以守得住在 7或8元正 就是整個橫行區間的頂的樓上 如果這些水平站穩的話 那其實就意味著它可以走完 近期的波幅 就是說你說捱著7.3這個位置 至到8元 這裡就可以走多7毫子的波幅 所以以近期的圖表的走勢來看 那些傳統的汽車股 或者說你說以前賣的 燃油車比例多一些的車股 在這陣子就叫做比較直撥一點 相反你說一些 造車生勢力的 可能都叫做要先休息一下 因為它們始終的價格 都仍在一個高位上 那大家都參考一下 除了一些車股之外 今天另一個焦點就是 就是中遠海控 事源發了一個中期的營起 見到它就表示 六個月歸屬於股東的淨利潤 按年就增長了大概七成四左右 公司指出那個淨利潤的增加 是因為期內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全球供應鏈發生嚴重的遲滯 加上全球客戶對供應鏈的穩定性和銀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見到今天都高開6.8% 收市都升到超過半成 去到11.42這個位置 Samuel但是其實 見到美銀都看好 他說他上半年表現有驚喜 目標價去到21.5 但是航運板塊好像表現比較飄忽 之前都不是說很流入他 那些資金 但是今天會不會純粹炒下的營起 會怕他無以為計呢 這個股價 如果你說以今次的營起為例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算是表現得比較好的 因為你看著他整個半年度 就正利潤大概是650億左右 其實他們第一季的時候 賺是賺到大概280億 所以你說拉翻雲來說 今年的第二季 其實就已經賺了超過370億 但是你說相比起他們主要的Benchmark 即是說一些航運的指數 或者說一些集裝商的指數 以CCFI即是中國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來計的話 其實第二季的平均水平是低於第一季 所以就發現了 即是說他們平均的一些運價指數 本身第二季就沒有第一季那麼高 但是以中遠海洪為例的話 他們第二季是賺得比第一季更加之多的話 其實基本上那個表現就是好過預期的 那如果你說他們在margin上面 的確是自己有條件提高的話 以他們現在這一刻的股值 那的確是叫做嚴重地低估了 因為他們現在這一刻 都仍是處於低單位數的市盈率 雖然他們自己派息 即是1919派息 就沒有其他的航運股那麼多 就是他自己捱著大概是9厘息左右 但是基本上就 都仍在這些市況 其實我覺得叫做有吸引來的 如果你說運價未來下半年 即使你說要回都好 那都仍是捱著在3000這些水平去上落 即是跟第二季的平均水平相約 其實基本上他們要維持到這樣的盈利 或者這個派息水平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的 而且都還有條件可以彈得上去 近期的高位 即是說15元以上 我覺得都仍叫做合理 所以現在暫時 他的股值在三隻的紅銀股裡面 算是叫做最內厚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些位置 可以叫做去吸納的 但是就要等一等 因為現在暫時的錢 還未放在紅銀股裡面 現在才是第一天叫做有得升 可以叫做等一等先 即是你說買了的可以叫做等一等先 那就不需要心急或要沽課著 我覺得以股值和股息率來計的話 都仍是叫做合級人力的 是的 如果拿了貨品 也可以拿著先 看定些 謝謝Samuel 你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這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再見